ok 来 那么接下来呢 注意啊 为了让大家听得更明白 所以说呢 我们还是要去把昨天代码呢 重新的去做一遍 好 首先第一个啊 主意你要明白 你知道我做什么吧 知道我要做这个项目 对吧 这个项目呢 就是能够有一个表格展示出来 对吧 名字呀 能力呀 什么之类的 对吧 然后有查看 修改 删除 对不对 好 这个我就不再描述了 那我们直接写项目 可以吧 首先做项目呢 这个啊 可能大家呢 还是不太那个啥的 所以说呢 我新建一个04Q的 ok 注意 接下来要让人听了 这个机会很难得到重新讲这种事物情况啊 不多啊 来一个海贼王 对吧 然后一个目录 这个目录呢 就是我的项目 所以说呢 在做项目之前 我肯定要先打开我们的终端 然后呢 把这个项目进行一个初始化 初始化呢 其实很简单 写一个npm 写一个rnit 然后呢 回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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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好 出来了 好 那么这个项目呢 已经被我创建完了 npm instantrnit 这个都明明是意思吧 说明了 就是啊 他会在询问的过程中 给你创建一个picketerjson 这样的一个文件 而这个文件 最主要的有两个目的 第一个 记录我们项目的信息和描述 对吧 第二个 记录我们使用的第三方模块的一些信息 这个理解 对吧 好了 那么接下来 我们要用到的内容有哪些 用了东西有哪些呢 注意 首先第一个 我要让这个网站展示出来 首先我要创建一个服务器 对吧 这个服务器可以接受我浏览器所方的请求 而浏览器一旦发过来请求 我的服务器接到这个请求之后 我需要做什么呢 需要把我的itml页面读取出来 然后返回给客户端 让他把我的静态页面 是不是先展出来 这是我们要做的第一步 那得有吗 那这个时候请注意itml代码我给你写好了 那得有吗 itml代码都给你写好了 你直接把代码付了过来就可以了 那这个我就没有必要再去重新写了吧 ok 好了 那么接下来最重要的做的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的服务器 那在做服务器的时候 注意 我们已经学了模块化这个概念了吧 那模块化这个概念 是不是就把一些功能分为一个一个的模块啊 那么因此我们呢 在把这个服务器啊 在写这个服务器的时候呢 也把这个服务器呢 用模块化的思想进行拆分 把它呢 以功能性进行拆开 怎么拆呢 第一个 服务器启动是一个模块 第二个 如果客户端来请求我了 我是不是尽情是这样 你什么时候来请求我 我什么时候是不处理啊 还有处理的时候呢 我也需要知道你的请求的地址是不是谁 对不对 你请求的是斜杠啊 你请求的是.gpg啊 点png啊 还有什么getu的那些玩意 对吧 请求的路径是不是不一样 我要根据你请求的路径的不一样 那给你返回不一样的资源或者是数据吧 是不是这个意思 那么这样的判断 我们把它看呢 称之为路由判断 就你请的地址是不一样的 就是路由是不一样的 那么这样呢 也是一个功能 我们把它呢 也拆分到一个模块里边来 这样能不能理解 ok 那么如果别人真的来请求你了 那你是不是需要处理你服务器的资源上返回啊 那处理的时候处理什么资源 怎么处理这个资源 处理哪些资源 ok 我们又是一个功能 也把它给拆分开来 能理解吗 这个我们把它称什么呢 叫做业务模块 能不能理解 所以这个时候你要明白 如果一个请求过来了 那么它先请到我们的服务器 服务器在定用谁呢 定用我们的路由模块进行拆分 根据你的请求的路径不同 是不是拆分的一个一个量 好 拆分完了之后 我们再根据拆分出来的这个不同的请求 来处理具体的业务逻辑 然后再去请求我们的业务模块 这个能不能理解 能不能理解 ok 那么根据这个思路 注意这是个大体的思路 那么因此我们要把我们所有的代码会写到三个模块里面 能理解吧 那么这个时候就用到我们之前模块化的一个概念 或者叫定义啊 在模块化里面 我自己想写一个模块 那么如何定义模块 如何导入模块 如何导出模块 那么这是我们模块的呢 最三个主要的规定 对吧 好 模块的定义就是直接写一个什么 第二次文件就可以了 模块的导出用什么呢 有model.expose等于某一个值 你等于的值等于什么 它就导出什么 对不对 那模块的导入什么呢 用require这个方式 require里面 你括号里面写的是字符串 而字符串的值就是模块的名字 模块的名字就是文件的名字 因此导入的时候可以不用护理名了 如果你加了护理名可不可以 也是可以的 能不能理解 ok 那么根据这个思路和根据我们这些规矩 那我们开始写代码了 好 首先这三个模块 我们先把它创业出来 对吧 创业这三个模块用什么呢 第一个 服务器 路由和业务模块 那么这就是三个模块 就是三个JS文件 ok 我们来写 好 新建一个文件 我们先创建服务器模块 atp.js ok 然后再来创建谁啊 ok 写一个router.js是我们的路由 好 那么再来一个是我们的业务模块 C1T2OL.js ok 注意 这些代码和昨天机背基本上是一样的 好了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atp模块 是不是去重点做我们的服务器 那个启动我们的服务器设置监定端口啊 好 那么在这个地方我们就vr写一个http等于什么 先把实际上你需要的这个服务器的这个核心模块的http这个模块 是不是先引进来啊 引进来之后我们需要看呢 需要的是你的服务的那个服务器的那个对象 而不是啊 客户端的那个对象 对吧 因为这个模块只 它可以帮助我们完成所有的atp的那个客户端或者是服务器 对吧 而我们这个地方是不是只需要创建服务器就可以了 所以我们是获取的服务对象就可以了 那么因此我们这个地方就直接使用什么 叫http 点上什么 叫quita server 创建服务就可以了 ok 那么创建服务呢 我们能得到一个什么服务对象 对吧 然后呢 利用这个服务对象 我们要设置这个系统的端口号并且把 把这个什么服务是不是启动它呀 OK 那么因此就是server 点上什么来着 叫listen 是不是一个精神端口 那么这个精神端口 注意 你随便写写什么都行 比如现在呢 我再换一个9000 可以吧 能理吗 原来我们用了8000 后来用了8080 后来用了9000 注意 这个端口只要不和你的系统里有冲突 是不是用什么都行 对 OK 那现在呢 我又随便写一个叫9000的 可以吧 OK 这是没问题的 好 然后再来一个方向给他一个提示 这个提示呢 就随便写 你写什么都行 这个无所谓 我们就简单点成功 启动 成功 OK 可以吧 好 然后呢 给他来一个冒号9000 我就随便写这东西 好 可以了吧 好了 那么这是我们的服务这么一 你只要运行这个代码 那服务师傅就启动了 那至于 启动之后 那客户师傅来访问你了 那么如果别人来访问你了 我们说了 把别人来访问我的时候 那我需要处理的内容放在哪去呢 放在我们的路由的那个请求里边吧 OK 那么此时我们就要找到我们的这个模块 那么在这个模块里边 我们要知道了 如何获取的请求呢 我们要给服务绑定一个什么 绑定什么 绑定一个实践 什么实践呢 就是客户娜娜请求实践 对不对 所以在这个地方 你想都没有了 你有什么 用那个server.on 好 用这个server.on 只有绑定一个实践 绑定一个实践的名字叫什么req u est request 这个实践 对吧 好 如果你来请求了 那么注意 系统是不是接到了这个请求 那么系统会调用你这个保证实践的那个函数 而在调用那个函数的时候呢 他知道请求过来之后 你需要要的那种什么 你需要获取请求的路径啊 请求的方法等等的一些信息 对吧 他还需要什么 你还需要什么 你是不是接到请求之后 你最终是要给人客户端做出响应的呀 所以这个时候他要把什么 你响应式用的那些信息 是不是也要给你啊 那么因此系统会有两个对象给我们传进来 这样呢 在我们的这个函数里面 这两个对象分别叫什么呢 叫req 就是请求对象 还有一个叫什么 叫res 就是想应对象 那么这个时候注意 这两个对象是系统在接到客户端的请求之后 给我们传入了两个对象 这两个对象分别代表的含义就是 注意 请求对象里面包含的是这一次请求的所有相关信息 而这个第二个参数里面的叫什么呢 叫想应对象 想应对象里面包含的是所有你将要用到的 注意 是你将要用到的所有想应给客户端的时候所用到的属性和方法 这样能不能理解 OK 那好了 那这个时候问题又来了 在这个模块里面 注意 如果这个模块不在这里引入 不在这里导入 他能执行吗 是不能执行的 所以你是不是要导出 这个模块 这个模块要在哪 就在atb里面用吗 是不是要导出啊 好 那问题又来了 注意 在这个模块里面 你是不是还要用到server这个对象 这个server对象 在这个router.js这个模块里面有吗 没有 压根就没有 但是请注意 server在哪呢 你从哪能拿到这个server对象呢 注意 在atb这个模块里面是不是有这个server对象 所以这个时候 注意 你在导出的时候应该怎么导出呢 注意 你直接这么写 model.x等于一个对象 这个对象里面给他起一个什么呢 start吧 行吧 名字再也不变了 来一个function OK 那这个时候注意 你先不用看它 我就这么问你吧 vrs等于这么个玩意儿 那么请问注意 我这么写这代表啥意思 这个s是个什么东西 这个s是一个普通的变量 对吧 变量的直存 那是个什么类型 是个什么类型 是不是一个对象 你这不是看到一个花过号吗 看到没有 是不是一个对象 是不是一个对象 对 对象里面我又写了一个什么呢 是一个方法 那这个说如果正常情况下 你是可以这样的s点什么sert 然后括号 然后这里面的代码是不是就可以执行了 就类似于函数调用了吗 这个能不能理解 OK 那么这个时候注意 这个对象是不是可以当做值复制给其他的值 意思就是说我是不可以这样 vr再给他一个f等于s可不可以 s可不可以 所以说这个s完全你可以通过s点上什么方式 找到这个对象里面的属性和方法 叼用 对吧 同时s本身可以作为值复制给另外的变量 是不是可以 这个没问题吧 OK 那么这个时候我现在呢 再来问 注意 注意 我想让这个方法呢 在 http.js这个模块里面调用 注意 那么就意味着一件事情 你是不是要把这个对象导出就可以了 然后在atp里面引入你这个root.js就可以了 这个能不能理解 OK 那么你再来想 导出的时候在模块里面用什么才能导出 注意 有两个方法 一个叫expose 对吧 你要给他 加一个属性的值是不是才可以导出 还有的方式是什么 是model.expose 那么此时注意 你直接给model.expose复制给了model.expose是什么值导出的就是什么值 对不对 那么我现在的目的是 要将我选择的这个对象导出 那么注意 我能不能直接把这个对象复制给model.expose 可不可以 可以 完全没有问题 意思就是我可以这样写了model.expose等于这个s OK 那么这个时候是不是就把这个对象导出了 那么这个时候我能不能这样 因为这个s代表了就这个对象吧 所以我就可以干嘛呢 直接这个样子 直接把这个对象导出 能看到吗 导出是不是就这个对象 这个能不能理解 OK 那这个对象里面是不是有个方法 那么你把这个对象导出了 OK 谁引入了这个模块 谁就可以调用这个对象里的start方法 对不对 那么这个start方法 我说了 这里面这个root.js这个模块 我们最重要的目的是什么呢 是判断它的路径 然后根据路径的请求的不一样 是不是去请求不出业务啊 OK 那么因此我能不能在这个方法里边绑定这个请求的实践 客户端的请求实践 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 好了 那这个时候注意 如果别人来调用我这个方法了 注意 也就意味着这个方法里面需要找谁 找这个server 对象了吧 好了 那么这个时候问题又来了 原来写在外面的时候 色味对象有吗 没有 那现在写到里面的时候有吗 也没有 但是请注意 哪有呢 在atv.js这个模块里面有吧 所以这个时候 我能不能在atv模块里面调用这个方法呀 可以调用吧 那既然可以调用 注意 它就说明是一个方法 既然是方法 那就可以有行餐和食材 那就意味着可以传餐 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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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因此我就可以看呢 在这里看啊 先去啊 VR写一个什么 router 等于requirequire引入当前入境的 router 好 引用起来它就是那个对象 然后因此我就可以写一个 router.strt 把server给它传进去 ok 那么这个地方 你是不是要接一下 人家食材来了 你这里要用 你是不是要行他接 server ok 就完了 能看到吗 那么直到现在 我们这个服务器就做出一个完整的来 那我们呢 也是一样的 给它来一个 res.n的 先做出一个1223的这样的一个响应 可以吧 有时候你请求来 你不管请求啥 我都给你想一个23 对吧 好了 启动 弄的启动是谁 ok 是否访问9000 打开我们的软件器 127.0.01 然后这里就不是有8080了 就是9000 走 来23 出来了吗 服务器有了 创建成功了吧 好了 那么现在离我们的目标 是不是又进了一步 注意 服务器软件成功了 然后呢 接收请求的地方 是不是也也写成功了 有一个 而且还是有一个模块化的这种概念 是不是创建成功的 能不能理解 ok 好了 那么这是这个 然后再来 注意 我们的最终目的是要把这个服务器启动 然后把页面读出来 是不是给它返回 那么接下来 我们怎么去把这个页面读出来给它返回呢 注意 当你得是请求我的斜杠 那个跟路径的时候 我才能给你返回那个页面吧 对不对 你还有可能会发别的请求嘛 是的意思吧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就来这么写 你就别这么给它返回了 你要干啥呢 你要先去获取谁啊 先去获取人家的路径吧 是不是啊 路径原来我们怎么获取的 叫IQ.URL 就是你的那个路径 对吧 这个路径如果等于等于斜杠 对吧 好 我们先不用管那个什么解析的那个问题啊 我们后边再说这个解析的问题啊 如果等于斜杠 那我需要干什么呢 注意 我在这个地方需要把页面的东西啊 读出来 然后给它返回 对吧 那页面是不是还没有呢 来 我们先见一个 你带死点一天没有 OK 那么这个呢 代码我是不是已经给你签好了 好 到现在能跟上吗 这么慢吗 代码是不是在这呢 好 整个的所有的ATV代码都给你签好了 OK 把它复制一下 直接把这个电码拿过来 好了 那么剩下的就是我们需要在这里注意 把这个页面读出来 然后给它返回 对吧 好 这个工作很简单 你只需要把FS引入进来 然后读这个都会吧 还有不会的吗 这个 没有吧 OK 那么我们就啊 这个什么呢 VR 然后来一个FS等于requare 对吧 requare 括号里边的FS OK 然后引用进来之后FS.reader file 括号里边 读谁呢 读当前路线的index.html 读出来 读来之后呢 注意有一个UTF8 要给它写UTF8 然后给它在这里写一个function OK 然后括号一个122 然后写一个这个 我就不用再解释了 好 然后给它来一个IS.什么 end 返回吧 好 IS.end 返回 返回谁啊 返回你读出来的这个这个内容 OK 这就完事了 我们的整个页面就出来了 对吧 对 拿到字符串 就是一个页面的字符串 就直接给它返回啊 因为你的AT面本身就是一个字符串 好了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再来 把服务器数表重启一下 好 没问题 来 我们直接过来刷新就可以了 是吧 好了 页面出来了 在这个时候啊 页面有个问题 就我复制页面的时候你要明白啊 这个地方是不是多了一个CSS啊 好 注意你先不用它把它给干掉 放心 OK 页面出来了 能看到吗 这就是我们把整个页面上去拿出来 就这么简单 没了 对吧 那这个时候呢 注意啊 有一个问题 和我们最开始的设计 与那个那个思路是不一样的 为啥呢 你接到请求之后 你的目的是什么 是不是要开始业务处理了 这个业务处理放在这儿其实不合适的 你要放在哪 对 你要放在那个什么啊 叫Ctrl 里面 是不是有一个专门的处理业务的一个模块啊 是意思吧 OK 那么也就意味着这些功能 读文件返回 是不是都需要在我们的业务里处理 好了 那么在我们的业务里 首先来一个VRFS FS等于什么 等于require 你说要把那个什么 require呢 OK 放在里面的FS 好 把这引用进来 引用进来之后 FS. 其实我直接负购代码就可以了 对吧 过来 OK 我是不是要在这个模块里边 直接这么干 和刚才是不是一样的 也是读取当前的 也是IS 对吧 那这个时候注意啊 你这样用行吗 不行 因为它是一个独立的模块 对吧 你需要干嘛 你需要在 当你请求的是这个的时候 我在这个地方要执行这个电话呀 对吧 对吧 所以这个时候你需要干什么 你在这个模块里边功能已经写了 但是你需要怎么 你需要让这个电话在这就行吗 所以这个时候 你需要把这个模块是不是引入啊 引入之后就能运行了吗 也不行 对不对 所以这个模块里面导出了吗 还没导出 那么这个时候我能不能像刚才一样 我依然把一个对象里面的方法导出 在这个方法里面读取这个页面的内容 然后给它响应回去 是不是这样就合理了 这个思路能不能明白 OK 那么因此在这里我们还是干嘛 写一个 model.xhost等于一个对象 在对象里面我们直接写一个什么 叫index可以吧 毛号给它来一个function 也是一个方法 那么在这个方法里面 好了我们把这些内容怎么样 拿过来 能看到吗 那么这个时候导出的是不是就是一个对象了 那么此时我们就在这里干啥呢 你这些电话还要吗 就不需要了 你只需要干嘛 写一个 VR C1 TROLER 等于require 然后写 然后写 当前路径的control 对吧 拿到这个control之后 你只需要在下面干嘛 写一个controller C1 T1 C1 C1 就是了点上一个什么 叫index这个方法 然后 就没了 对吧 但这个时候请注意 在做出响应的时候 你这里需要一个什么东西 需要一个is.end 也就是说你需要的是什么 是那个响应对象才能做出响应吧 所以这个地方你需要干什么 哎对了 一样的道理 在其他的模块里用 但是呢 我又没有 那这里有没有 有吧 你电话的时候能不能传过去啊 is 传进去 然后这个地方要不要接 和我们那个server是不是一个道理的 好了接一下 完了 可以了吧 这么写就没了 对不对 这个时候你把服务器重启 注意 和你刚才的代码是 不是效果是一模一样的 只要不出错就对了 对吧 但这个时候我们的代码 已经把它给怎么样了 拆开开了 那么这个时候注意 我们就完成了三个模块 写自定义的三个模块 完成了我们的页面的响应 整个最基础的整个环节 全部做完了 从请求服务器接到 服务器接到之后 转到路由去判断处理 路由判断处理完了之后 再到我们的业务去读取我们的 页面的内容 然后做出响应的整个环节 接触 对吧 这一个注意到这就算一个节点 能不能明白 req和is这个地方 注意 就这个地方 我们说了 根据经验的话 根据经验的话 如果你就见了一般情况 是reqre都传 我知道 因为我们需要在处理的时候 都有的 但就现在来说 其实我们都不需要 我们现在什么 注意我现在写代码 就是你需要啥用啥 能理解吗 因为没有任何经验 能理解吗 就我是没有任何经验的 所以说我需要啥用啥能理解吗 那现在能明白了吗 ok 能不能理解了 后面我们在写代码的时候 根据我们写代码多了 有了经验了 我们知道有了 要把什么reqre都传回去 才是比较合理的 能理解了吗 ok 第一个阶段完成了吧 可以了吧 好了 那么我们把代码复制 这个做一个waper